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定平 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湖北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牢牢把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任务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鼓足干劲 奋发进取 久久围攻 善作善成 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湖北篇章 11月4号至6号 习近平在湖北省委书记王蒙辉和省长王忠林陪同下 先后来到校感 咸宁 武汉 深入博物馆 农村 科技和产业创新平台考察调研 4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校感市云梦县博物馆 参观出土秦汉检读展 展出的秦绿十八种表明 早在2200多年前 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已成体系 习近平详细听取检读内容 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研究情况介绍 指出 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 提高文物保护水平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提供坚实支撑 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 择汇后人 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5号上午 习近平前往咸宁市嘉瑜县 首先到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 深秋时节 这里仍然满目清脆 生机勃勃 习近平走进田间 查看蔬菜长势 详细询问蔬菜品种 种植技术 销售等情况 他强调 农村天地广阔 农业大有可为 发展现代农业 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他勉励当地干部群众 走科技之路 质量之路 品牌之路 把蔬菜种植这个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好 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随后 习近平来到潘家湾镇四溢村 走进村养老服务驿站 查看养老设施和便民会民服务情况 前往党群服务中心 了解村籍组织运行和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等工作 他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 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持续为基层减负 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 在村民熊成龙家 习近平仔细查看家居生活 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了解生产 孩子就业创业 家庭收入 养老医疗等情况 听说这些年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有保障 习近平很高兴 他希望一家人继续努力 把生产生活搞得更好 把孩子培养好 让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对大家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 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带领下 齐心协力 团结奋斗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让特色产业更有效益 把村庄建设得更美 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祝你们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事业更上层楼 5号下午 习近平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 观看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技创新成果 了解推进科技创新的举措 同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 他强调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发展心智生产力 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 要增强自信 自存高远 协同发力 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 不断建功立业 我们共同努力 如期实现我们中国市的行政化 6号上午 习近平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湖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 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 科技创新能力较强 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 开拓进取 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 更好发挥科技创新测源功能 围绕重点产业 强化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融合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公关 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齐头并进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 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余 习近平强调 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上 勇于探索 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构建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深化区域合作 有序优化产业布局 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 积极参与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 习近平指出 湖北要在城乡融合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上 奋发有为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 联动发展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扛牢粮食生产责任 抓实重要农产品 文产保工 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 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一风一俗 习近平强调 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红色资源丰富 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 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 担当使命 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 抗洪精神 抗疫精神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文化汇民工程 积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送到群众身边 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 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习近平指出 要紧紧围绕抓改革促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 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既勇于开拓创新 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 既敢拼敢闯 又善于团结协作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推进党籍学习教育 常态化 常效化 耻而不息政风素季反腐 不断巩固发展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强调 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 各项工作 特别是经济工作 要进一步抓紧抓实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陪同考察